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CK小白鞋造型简单清爽 不过这身打扮已表明 他是在故意避开镜头 据悉在最新一期播出的《亲爱的客栈》中 前一晚陈翔打了一个神秘电话 对方一次毛小彤 语气中透着相爱的人不能再见的难过 之后到了白天 陈翔心情不好 在众人工作结束围在一起吃晚餐 当陈翔被网客问你幸福吗 他随即泪崩 一边是泪一边重复述 我也很幸福 我真的很幸福 让在场的人看了都觉得非常心疼 当网客试图安慰他 要他做自己 他突然爆出自己的左耳失聪了 让对方也不知如何回应 说到伤心处 他整个人哭倒在网客的怀中 让在场的人都非常心疼